好这边来看一下ACT对阵架的加赛第四局的下半场 这边发财哥也是确实没有什么能掏的 就打这个阵容你想要多抓都被搬了 爆平的这边对面取打了我没记错6分50多秒 一般监管者根本拖不住 这边是掏了也掏了个纪录员 其实这套阵容你别说啊 这套纪录上来抓个机械师 发财哥我觉得机会要比取悦 那把上一把卡梦这个咒术之争的跟魔王一样 大魔头啊 看看这把吧 这把讲道理我觉得发财哥会更好打一点 抓个机械师 正常击倒了 外面的OB位就一把枪 一把枪跟咒术师咒术师上一局 交了多少个鼓我都不记得了 这边机械师挖一放往外转 过来找一森 一森这边空军蹲了 猫猫这边拉到废墟 然后操作一手娃娃 蹲 全在蹲 捏着 早知道你在这个点 机械师 但这把的机械师是个双弹 这波反绕 绕过来 人应该还是没看到的 但这边的话应该有足迹了 好 看到足迹 怎么说 记录没给上 这边机械师回头砸头 往里那么一翻 双弹机械师一波拉点往里走 哈萨哥记录了一个踹板子 机械师在一个翻窗往中场压 一个记录 这边有没有换道具什么的说法 空军这边准备过来交枪吗 空军你但凡交枪 这里确实翻了道具 空军翻了跟针 抓的话应该还是抓机械师 目前来看 前期的牵制确实不错 但穷人者这个阵容 其实很怕倒地的 倒地以后 你看这个阵容 它跟上一把不一样 上一把有操作空间 这一把呢 这一把的操作空间全在扛刀 全在交互点 卡位 一身 这边抽了一刀 被抽中了 外面的机子现在总量加起来 也就修了两台 这个机子发财哥 其实一个闪现击倒机 劲石我觉得完全有的打 完全有的打 这边对我过来帮忙扛刀了 对 对 对对对 防堂闪现 这边把板子踹了 闪现一刀好的 真敢闪啊 你是可真敢啊 密码机现在是修了算两台半吧 这个机子不够 这个机子不够 这个机子不够是建立在四人开门站上面的 但这个机子你说宝屏够不够呢 我觉得好像还行 这边大副拖时间 一刀没打中 大副这边无伤牢 再封一手机子 空军的机子再次被压 这边大副捞下来无伤 这边追一刀打机械师 针对刀 大副现在应该是把这边的机子补掉以后 再来救一波 这边的话追一刀准备去打一个二机 就是局势上面来看 我是觉得这个局势番材哥的一个宝瓶真胜局 但是呢 就发财哥这个真胜面其实并不是特别高 因为穷者的密码机其实修的还是挺快的 加上穷者这边我们确实你保平就保平嘛 谁搞到谁想赢你一样的 我并不想赢你 我要的就是比你更快的一个平局 就现在这个局面 穷者这边是不可能拖出一个四人开门站的 不可能打出一个四人开门站的 发财哥这边压住机子 这个是不可能的 除非这边发财哥出重大失误 无伤就有人被大副扛刀什么的 这把劫师应该是点了假妹 这劫师应该是点了假妹 真爱做呀 大副这边好像还留怀表 为开门站做准备留怀表 这里再就扛刀扛刀 发财哥 这边一刀打中 这不太好啊 这边大副摇怀表帮忙下板 那边的话心里也来了 这两个人扛门 这一个人扛门扛不住 打了一刀大副啊 那反手挂大副啊 这心理学家能吃三刀的 这边 封一手空军 机械师操作娃娃倒是操作不了 所以说这手空军封完以后 闪现一刀 有没有说法 敢不敢敲闪 好 真敢 又在心里手上面 这边你签 你签 你签挂了我这边亮机 挂上人就亮机 密码机点亮 三人开门站 现在四分四十秒 发财哥这边的话 因为闪现交调没有传送 求者应该是两边点门 两边都压人 这把呢 其实刚才这边我觉得心里 他们可能不知道 发财哥这边闪现CD美好 我觉得可能有这一点 所以一个赌门 一个去贴帮忙扛 我们上帝是要来看 刚才发这边闪现美好的话 其实心里跟大副两个人 对吧 双人卡门 这个机械师都能逃出升天的 这还打了个接近于四人开门站 这好像有点来不及了呀 这边大副已经快到了 大副到了这边 时间是肯定够的 ACT 要赢价了 赶紧投降 恭喜ACT 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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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 这大副无伤救人扛到 我这没想到啊